嗨,欢迎收看,旅游家有中文字幕,欢迎皆さん,こんにちは。今天我们学习一下日本语的语法,按照。按照是日本语的意思是,思っていた通りになる,还有予想通り这个意思。 如果中文的解释的话,果然是这样。嗯,然后你觉得前面是你是想象的,嗯,可能经常就是感觉天气不太好,然后又可能会下雨。 然后果然,结果是下雨了。那那个时候你可以说按照,嗯,比如说,嗯,雨が降りそうですね,雨が降りそうですね,然后真的就是下雨了。那你可以说按照,按照,雨が降ってきましたね,按照,雨が降ってきましたね。 嗯,这样的说,是可能一般是使用的一个按照的一个用法。嗯,当然跟口语上也可以,或者你自己自言的情况之下也可以,对。 那,哎,我们一起看一下,就是视频上,哎,就是一个孩子们都玩一玩,嗯,哎,可能妈妈爸爸觉得是有可能孩子说,首先是说一点点玩一点点玩,但是结果是因为玩得太开心了,所以不可能马上不想回去的,嗯,就是啊,我不想回去,我一直想玩,那样的感觉的时候,你可以用按照。 那我们怎么造句呢?比如说,哎,子供と公園に行った。 子供と公園に行った。这个没事,对吧?去,跟孩子一起去公园,公园了。 然后,哎,子供と公園に行った。然后,找到一个玩具,嗯,或者找到一个玩具新的就是宿备,玩具宿备。嗯,子供は面白い遊具を見つけた。嗯,然后,案の定,子供はすぐに帰らないと言った。 案の定,子供はすぐに帰らないと言った。 嗯,这个是一种简简单单的一个语法的搭配。嗯,大家都能做了吗? 那我们一起看一下最后面做的一个造句的复习一下吧。 子供と公園に行った。子供は面白い遊具を見つけた。 案の定,子供はすぐに帰らないと言った。 子供と公園に行った。子供は面白い遊具を見つけた。 案の定,子供はすぐに帰らないと言った。 はい,这就是一个案の定的一般般的语法。 当然是案の定,子供は肯定是去公園以后。 まあ子供看到很好玩的玩具修备。 然后你自己预知啊。 有可能他不可能马上回来。 肯定是你是结果,大概的结果, 你是预知下来,準備下来。 然后这个结果出来了。 那你可以说实现了。 那你可以用案の定。 はい。 那如果有案の定的造句想做的话, 你可以留言想说一下吧。 好,今天差不多就到这了。 皆さんお疲れ様でした。